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面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277集 反之一主宰 这一刻 整个永恒仙语的众生都看着苍穹上的画面内 那睁开的眼睛 感受着来自灵魂深处 来自全身血脉的亲切与温暖 脑海全部都空灵起来 那是众生之母 那是一切血脉的源头 那是永恒之母 无论是圣皇还是白小春 此刻都控制不住体内血脉的波动 在他们的眼中 这大钟内的眼睛仿佛是一朵盛开的花 散发出的气息让他们有种本能的亲切 甚至在这一说 整个永恒仙语上也都弥漫了一股淡淡的花香 这香气扩散整个世界 就连星空中似乎也都被渲染了一些 使得永恒仙语所在的四周星空 也都好似璀璨了不少 只有逆凡主宰那庞大的身躯 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可身上 无时无刻不散发出的煞气 与死亡之意 似将这一切生鸡与花香都无形得这样 唯独小乌龟那里 似乎一切如常 只是有种心虚之意 躲在圣皇身后不敢露面 在这所有人都心神震颤中 大钟内的永恒之母 他的眼睛内露出了一些迷茫 似沉睡了太久 刚刚苏醒后 沉浸在以往的记忆与睡梦里 还没有完全苏醒 可就算是这样 他所散发出的光芒 依旧让整个永恒仙玉 璀璨无际 瞩目无边 直至过去了许久 在白小春与圣皇的拜见下 永恒之母的 那传递在二人心中的神念之声 才悠悠而起 为何将我唤醒 这声音没有威严 有的只是无尽的温暖 就好似顽皮的孩子 将沉睡的母亲唤醒后 母亲带着笑意 轻声发问一样 面对这样的声音 白小春呼吸急促了一些 那种看见母亲的感觉 让他心底的温暖 无限的蔓延 一旁的圣皇同样如此 他们二人相互看了看后 圣皇深吸口气 上前一步 恭敬开口 天外主宰即将苏醒 我等实在没有对抗之法 这才将您唤醒 请永恒之母认可 尽身我等突破太古 成就主宰 抵抗天外大敌 圣皇言辞极为客气 这仿佛是他的本能 也代表了他对语者 造物主的憧憬 逆凡 要破开封印了吗 永恒之母沉默许久 轻声难难后 似有一股惊人的神石 从永恒先遇上散出 环绕在了逆凡主宰 那庞大的身躯四周 又渐渐消散 成为了一生 回荡在白小春 与圣皇心中的太息 当生则生 当死则死 世间本无轮回 寄予希望后 方有轮回 世间本也没有永恒 一样 寄予希望后 才有了永恒 曾经的我 本没有灵智 是在那生死危机中 本能化作了灵智 送出了三个种子 形成了三个孩子 如今 也只是将一切 拖延到了现在 终究还是无法化解 这一场寂灭之节 可惜 短暂的封印逆凡 已让我陷入了沉睡 如今的苏醒 越南也回到 曾经的全盛 没有了再次认可之力 你们二人 我最多让其中一位 成就半部主宰而已 永恒之母的声音 虽温暖依旧 可听得久了会渐渐察觉 似乎没有什么感情色彩 但却给人一种真诚之感 事实上 也的确如此 这一刻的永恒之母 她就算是苏醒 也没有了曾经之力 想要让一位太古寄生 这看似简单的认可 实际上需要的是 永恒之母的本源之力 将其分散出去 化作认可的印记 才可让太古 以此寄生 再听到永恒之母的回复后 白小春神色一变 墓中的神采 一下子就暗淡了不少 至于圣皇 则更是身体摇摇欲坠 面色苍白 在永恒之母苏醒前 她是她全部的希望 可如今苏醒后的回复 将这希望全部变成了绝望 叛不主宰 参笑中 圣皇明白 如果永恒之母 也都做不到的话 那么主宰之路 就真的已断 我苏醒的时间不能过久 支撑的时间 也难以长存 世间众生 我所有的孩子 他们每个人生命中 一天的时间 能换来我苏醒十个呼吸 如何选择 你们尽快 永恒之母的声音带着疲惫 其所在的光团 也都慢慢出现了暗淡 那只眼睛 也渐渐的似要闭合 圣皇苦涩 转头看向白小春 白小春沉默 心中的苦涩 不比圣皇少 可他不想去选择 成为半部主宰 这没有意义 无法去对抗 苏醒之后的逆反 永恒之母 我想知道 成为主宰的办法 一定是需要被您 或者是其他的世界意志所认可 才能晋升吗 有没有其他的办法 同样可以做到 成为主宰 白小春抬起头 深吸口气 向着永恒之母一拜 轻声问道 永恒之母所在的光团 再次闪耀了一下 那即将闭合的眼睛 也又一次慢慢地睁开 凝望眼前 这将他唤醒的孩子 拜上后 永恒之母的声音 缓缓地传出 是你将我唤醒 我能感觉到 你身上的血脉波动 在某种程度上 已经超越了曾经 我那三个孩子 我也能感受到 你的身上也蕴含了 不属于我的 气韵之意 只是 这片星空的规则中 主宰的诞生 必然是来自世界意志的认可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的办法 听到永恒之母的回复 白小春的心也沉了下来 可他还是有些不理解 他知道 任何一个世界的认可 都可诞生一位主宰 可多少年来 在这片星空里 有那么一个人 没有世界认可 甚至是去毁灭世界 但偏偏的 他一样是主宰 此人就是逆凡 这一点 白小春 在与道臣的记忆融合后 在经历道臣的一生后 他很是清楚 他更是明白 逆凡之所以成就主宰 似乎与他的道有关 这一点 是在那雾气山谷的占舟上 道臣借助白小春的身体 感受到的 白小春也同样对此 有所明误 逆凡的道 就如同如今的星空 废墟处处 生机灭绝 就好似天地 被人熄灭了灯火 一片漆黑 逆凡 就是凭着这种 寂灭一切的道 成就的主宰 想到这里 白小春 那暗淡的双眼 再次有了一抹神韵 他猛地抬头 看向永恒之母 化作的光团眼睛 再次问了起来 逆凡成就主宰的路上 没有被任何世界所认可 那么 为何他可以成就主宰 为何成就主宰 就一定需要世界的认可 为何不能自身突破 白小春的声音刚一传出 顿时 永恒之母的眼睛猛地睁大 其全身光芒比之前更要璀璨 似乎 白小春的声音 带着某种奇异之力 仿佛随着他的问出 这四周的永恒河 也都震动起来 就连永恒先遇的天地 也都如此 可见这番话 对于永恒之母而言 不同寻常 仿佛撼动了某种规则的根本 就连圣皇与小乌龟 也都注意到了 永恒之母的眼睛 这一刻 随着争大 仿佛全部的意识 都凝聚在白小春身上 似乎要将其全身内外 彻彻底底地看清一般 被如此注视 白小春也心神震动 可他还是站在那里 直面永恒之母 许久 许久 永恒之母 渐渐收回了神念 声音越发疲惫 似难难低语 又似对白小春诉说 轻声回答 既灭既主宰 或许反之亦主宰 这句话 传入白小春耳中的遗述 白小春呼吸猛的急促 眼睛刹那间 就从之前的暗淡 周然明亮起来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